任何事情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 这个create的这个waiter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他还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更改密码的这个控制项 这个更改密码当然有时候你的这个密码忘记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边他也提供一个叫做change password 的一个控制项 可以提供给使用者 去做那个password的 变更的动作 那基本上在我们的 Account里面这个网页其实也做好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了这里面的话 那比如说怎么变更 但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再连结这个网页让使用者去变更 那相关的设定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这个change password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他还提供一个叫什么password recover 就是说如果使用者怎么样呢 忘记的密码的部分 那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 利用这个控制项呢 帮助使用者找回他的password 不过 会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 十字23页 那基本上 你还要必须要设定什么呢 设定这个smtp的那个 email 的 的 的相关设定 否则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把信件寄出去 那设定的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到那个 我们的 也是一样 这个 网站里面的 ASP 的这个 组态里面 那各位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里面 有一个这个 设定 smtp的这个 电子邮件的设定里面 你必须要去指定 一组这个smtp的 server 否则的话你也没办法计这个成功 不过通常我这地方 要看你的server是架设在哪一个 这个主机 这个这个 这个domain下方 你要去设定 正确的 比如说像我我们之前架设在cnet底下 所以呢我们在 各位可以看一下十字24页 那十字24页这边的话呢就有针对各个 ISP的业者 比如说你们 公司所用的是哪一家的你就尽量用那一家的这个smtp的这个主机 然后把相关的 这一个制服器名称key上去 然后呢相关设定设定完之后 将来呢才有办法让使用者自动 再取得他的 密码 否则的话这个部分呢会有问题 OK那相关的部分我想各位也稍微把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 主要可以从 这个部分因为 在这个 康里面呢基本上已经都帮我们做好了 其实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 设定 那需要设定的 应该就是这个smtp的这个部分 的server 我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这次就会有好多的 帮助 感谢观看